上个月11号的早上 全日本的目光都锁定在了一个男人身上 他就是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参加高尔夫大师赛的松山英树 早上8点随着松山英树推进最后一杆 以低于标志杆10杆的成绩锁定冠军 整个日本都沸腾了 这是日本选手首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 同时也是亚洲选手首次问点男子高尔夫大满贯赛事 当松山英树穿上象征着高尔夫球最高荣誉的绿甲克时 日本所有的电视台铺天盖地的 都在庆祝这个史无前例的胜利 一时间松山英树成为了日本的民族英雄 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社长带你看日本 大家好 我是社长刘洋 可能很多国内的朋友会好奇了 高尔夫球在日本这么火吗 看过动画片 抖来梦的朋友可能会有印象 大熊的爸爸就特别痴迷于高尔夫球 不仅平时经常在电视上看高尔夫球比赛 还时不时在家里挥空气杆练习 然后一到周末就背着球杆去和同事们打球 要知道动画中的设定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 而大熊的爸爸也只是个普通的上班族 日本高尔夫球的发展之早 普及度之高可想而知 那么社长今天就带大家好好了解一下 高尔夫球这项日本上班族都爱的运动吧 在我们的印象中 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大的岛国 没错 日本的面积只有咱们中国的25分之一 其中70%还是山地 然而就在这片还没有云南省大的土地上 却有着2383座高尔夫球场 数量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世界排名第三 当然了这还不包括N倍于这个数量的 练习场小型交流俱乐部 相比之下咱们中国只有不到500家 日本如此之多的高尔夫球场 也反映了日本人对高尔夫球的喜爱 根据网站Galangolf的统计 2018年日本的高尔夫参与人数为720万 相当于每17个人就有一个人会打高尔夫球 这比例着实不低 但其实比起30年前 这个数字已经减少了近一半 回顾历史 高尔夫球随着日本社会 一起在不断的起起伏伏 如果要探寻这个国家在战后的崛起 到经济泡沫后的衰落 再到新世纪后的复苏 高尔夫球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跟社长前几期讲的威斯基一样 高尔夫也是起源自苏格兰 那么高尔夫是什么时候传入日本的呢 这就要追溯到1868年开始的明智维新 当时的日本政府放弃闭关锁国后 神户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对外开港 以英国为首的外国列强 纷纷在神户的北野厅修建豪宅和使馆 来日本淘金的英国茶商阿瑟格鲁姆 便是其中之一 而当时修建的这几十栋西式洋楼 仍然保留到了今天 形成了洋溢着异国风情的街区 这就是神户著名的景点 北野艺人馆的来历 艺人指的就是洋人 以后有机会来日本玩的朋友可以去参观一下 时间来到了1896年 在一个中夏的夜晚 阿瑟照例邀请了在神户的外国商人们 到自己位于神户六甲山的别墅里聚会 众人畅饮着苏格兰的威斯基 自然而然就聊起了家乡的运动 高尔夫 阿瑟想到自己来到日本近三十年 都没有好好打一场高尔夫球 心中倍感不爽 带着酒意的阿瑟就跟大伙提议 不如咱们就自己动手建个高尔夫球场吧 说干就干 于是经过三年的努力 一座只有四栋的私人球场 在阿瑟的别墅旁落成 两年后扩建为九栋 这就是日本最古老的高尔夫球场 神户高尔夫俱乐部 1903年 神户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对外开场 阿瑟邀请到了当时的兵库县之士 福布一三神户市市长平野平泰 以及英国领事霍尔来为他的球场剪彩 可谓是群衔蔽致声势浩大 平野市长走上发球台 击出了日本高尔夫历史上的第一杠球 也标志着高尔夫这项西方的绅士运动 在日本生根发芽 然而在最初的几年里 高尔夫只不过是西方人寄托相仇的一个工具而已 当时俱乐部的171位会员里 只有7个是日本人 举办了前10届的全国高尔夫球赛中 也都没有本土球员参赛 1913年 是在日本高尔夫球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 有着日本高尔夫球之富美誉的大古光明 在东京的居泽地区 创立了日本第一家出自日本人手的高尔夫球俱乐部 东京高尔夫球俱乐部 这家球场从创立至今已经超过百年 一直都是日本重大赛事的比赛场地 曾被评为世界百家球场之一 在日本球手们心中可以说是圣地般的存在 东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建成 也意味着高尔夫在日本完成了 从外国精英到本土精英的交接棒 直到二战结束前 飞速发展的日本高尔夫球 已经成为上层人士的必备生活方式 到了1940年 全日本境内已建成的高尔夫球场就多达71座 参与高尔夫球的人数超过10万人 此时据阿瑟建立第一座球场不过短短40年 这样的发展速度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 然而跟同样是西方文化柏来品的棒球相比 此时的高尔夫球在日本 还远远不是一项大众运动 原因很简单 打高尔夫球毕竟还是太贵 在当时一套高尔夫球剧 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人一年的工资了 再加上俱乐部的会费 国领费什么的 一般人哪里消费得起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高尔夫球只是日本统治阶级的顶级休闲方式 普通人只能望求兴叹 二战结束后 日本进入重建 原有的体制被打乱 在旧帝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讲究平等的社会 在这种背景底下 日本高尔夫也得到了进一步进入大众社会的机会 1957年 日本举办了第五届高尔夫球世界杯 在这届大赛上 中村影集发挥出色 成为第一位赢下高尔夫球国际顶级赛事的日本球员 也随着电视在日本的普及 日本人民通过电视的转播 看到了日本球手在国际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这点燃了日本人的高尔夫球的热情 也触发了日本的第一次高尔夫球的热潮 也就是Golf Boom 从1957年到1964年 全日本的高尔夫球场数升至424座 打球人口更是增长到180万人 而其中的主力军则是由公司管理层和经理们 所组成的新兴中产阶层 也有人说他们是去贵族化的新兴精英群体 除了因为神武武警器带来的收入的提升以外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对公司来说 打高尔夫的费用可以像是去银座的club喝酒一样 被寄入招待费 这就意味着高尔夫球场成为了最佳的谈生意场所 而且球打的越多 税就交的越少 1964年 美国Live杂志上刊登出了一张著名的照片 东京的一个三层的高尔夫球练习场里人满为患 一群新兴中产们正不停的把球击向空中 这场景令西方人印象深刻 全球的流行趋势差不多都是这样刮起来的 次一级的阶层总是追着更高的阶层的步伐 以证明自己的经营本色 这正是高尔夫在日本飞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其实这个场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了 社长现在去的也是一座三层的练习场 毫不夸张的讲 三层几百个席位 在疫情期间也几乎每天都是爆满的状态 这点我有点不爽 因为社长经常要排队 至此虽然高尔夫的种子已经在日本生根发芽 但不难看出此时的高尔夫在日本仍旧只是精英们的运动 那么像大雄的爸爸这样的普通上班族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纷纷拿起球杆走向国领的呢 另外日本政坛里又有着怎样的高尔夫趣事呢 社长将在日本高尔夫的故事下集里继续跟大家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是社长刘洋 我们下期再见